大閘蟹開賣了 你沒看錯想要品嘗飛面大閘蟹超市也能採購 每到中秋這個季節台中一間連鎖超市 就和外埔一家養殖業者合作引進本土大閘蟹上市 去年就賣出有1萬多隻 我們台灣產的一個部分 它的一個好處就是因為 它在養殖的地我們都是經過篩選的 在外埔這個石頭公園 因為它的面積大概有20甲左右 所以在整個場地裡面 它的海草的覆蓋率是最高的 整個環境也是最佳的 所以我們才選這個養殖部來當我們的供應商 從外埔養殖場捕撈後24小時內送進超市上架 就像到海港採買一樣每隻都活力十足 不僅如此品管上也是很嚴格 業者設下多道檢驗關卡 包括藥物殘留和外觀表現等 得達到標準才能販售 我們在挑選蟹的話一定要先看看它的腹部 我們台灣產的大閘蟹它的腹部是比較白的 比較乾淨的 它的蟹殼是屬於青色的 它的腳大概是屬於金色的這樣 所以要挑那個蟹腹的話是要白色的 蟹殼要青色 腳大概類似呈現金色的一個方式 這樣才是一個優良的一個大閘蟹 大閘蟹的吃法相當多元 業者建議可以將蒜頭和螃蟹 包進錫箔紙烤15-30分鐘 既不費工也能品嘗到大閘蟹的鮮甜 超市業者引進新鮮大閘蟹開賣 婆婆媽媽還可以自己挑選 完全打破海鮮採買的界線 為超市鋪出另一條商機 記者裡講的中產刀 二十歳 一個很糯米